大家好 我是Hanser 现在时间是凌晨1点半 我刚结束完一天的录制 从飞机场赶到家里 然后呢这个vlog呢 我打算就给大家记录看看 我平时是一天出差配音是 都是怎么样的流程 好的 那咱们这个vlog就开始吧 出差的前一天得去超市 卖点适合放进便当里的菜 出差的时候带自己做的便当 吃喝比较省时间 先来一下这个 不干这个来超市等于白来 之后小逛一下 厦门这边的超市 基本都有活的水产区 可以看看龟龟看看鱼 哎呦呦这是在干嘛 好多螃蟹还在围观 螃蟹也有看这种 杂技表演的需求吗 我还蛮喜欢负责家里的采购的 但是我不太爱出门 一次买太多东西提回家也怕重 哪尼 你们也不爱出门吗 所以就应该像我一样 逛京东超市啊 我平时都是在京东超市 采购家用的 相比线下超市更加方便快捷 品类涵盖也更齐全 配送快 还不用自己到老远提回家 而且9月8号到9月14号 京东动漫好物记开始营业啦 哆啦A梦名侦探 柯南摩卡少女英 超级龙珠英雄等 众多童年记忆中的动漫人物轮番登场 哪一步是你的童年回忆呢 还不快来逛京东 想超多动漫好物 购买完了需要的食材 就迅速的赶回家 然后晚上要直播 直播结束完了 就开始准备做便当的东西 拜拜 梅花肉 刀背拍松 加酱油 盐 白胡椒 番茄酱 搓搓匀 这个行为就叫做贴贴 保鲜膜包起来 放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早上起来就可以烤了 180度烤15或者20分钟 把蒜给爆香 准备朝上海清的苗 烤好的猪排撒点黑胡椒 粉嫩的便当盒 有效的抑制 我体内的雄性激素 泡里胡 罗汉果茶 可以路上喝 京东超市上买的 格力高也带在路上吃 跟哆啦A梦联名的 超可爱 这个礼盒里面 还有哆啦A梦的联名帖 无敌可爱 而且是50周年 纪念限定版 因为今年是 哆啦A梦漫画诞生50周年 9月9号 刚好也是京东超市的周年庆 为了给这位 陪伴了许多人 童年的蓝胖子青生 除了上面这款 联名礼盒呢 京东超市还和很多品牌 推出了联名礼盒 联名帖 联名帖很值得收藏 这个是精灵罐的礼盒 打开之后 里面是哆啦A梦的毛巾 这个是精灵罐礼盒里的 哆啦A梦联名帖 然后这个是舒服夹的礼盒 然后另外还有滋生堂的礼盒 こんなこといいな できたらいいな こんな夢こんな夢 いっぱいあるけど 京东超市 就像哆啦A梦的 四次元口袋一样 有万千好物 还不快去买买买 敲够了敲够了 赶紧出门 你到底在外面系 嗯 走机场了 坐着等待登机 老子登机了 一上飞机就领了餐盒 这个好像是肉松猪油蛋糕 还有个香蕉 还真的是这个 这个小时候经常吃的 很好吃 到上海了 因为离近棚的时间还有一会儿 所以先去订了一个终点房 休息一会儿再进棚子 看看我的便当有没有被晃得稀巴烂的 看着还挺好的 米饭 配菜 标准 会可以 相配 刚才跟前台确认了 两个不 concrete 这边放的水汁 番茄酱 番茄酱真是沾什么都好吃 早上喝完的螺汗果茶还可以再冲一波 饭还是要多少吃不下 我真的不行了 我一口都塞不下 到点了到点了上班了上班了 今天要去的是一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司 因为今天要拍一个东西身体要入镜 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件衣服让我换上 好好的 哎呀这写的什么呀看不懂呀 可以基本上准备好了 好可爱的小姐姐摸摸头发 然后就是录台词的部分啊 好可爱的小姐姐摸摸头发 然后就是录台词的部分啊 好可爱的小姐姐摸摸头发 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对面的房间监听 这次录制的是一些还没有公开的内容 所以就不能把正片给你们听 我就只剪一下N机的部分了 晚上我们要做海鲜浓汤 但是我们都还没有 真的吗 一死同生 这里我要跟他对吗 看来这座 这座山 看来这座山 看来这座看来这座山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试试是不会知道的了 我试试是不会知道的了 似乎有点催眠树的感觉 奇怪的水平增加了 您还有一小时十二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 不是不是您吗 不是牛 牛配吗 那个牛吗 那个是宝盖头的牛 难怪 我在棚子里说的最多的字 应该是嗯 我随便紧一点 你们感受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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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拉 采访加台词加休息时间 一共差不多四个小时 可以去坐飞机了 工作之后是一定要吃很多甜的东西的 嗯 延误了两小时 吃面包 这个罗森的珍珠奶茶面包很好吃 羡慕的看着别人登机 我都已经习惯了 我都已经习惯了 上海飞下门闭眼路 轮到老子登机了 终于坐上飞机了 天也黑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哦 啊 这个vlog也差不多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收看 感谢你们的收听 下次有缘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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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